好 中午短暫休息之後來看到現在下午的賽程 那緊接第一場 現在看到的這場比賽是第二輛級 女育之組52公斤的勝負冠軍站 許玲軒對上李慧欣 還好有趕回來喔 不然就看不到我們士廷的最愛 許玲軒 曾冠亞軍 今天都摔得很好 那我們早上開了個小玩笑 李慧欣如果摔得很好的話 我們就幫你請願 叫侯老師買一個藍色的柔道服給你 你又不用穿別人的啊 李慧欣穿的是林一貞的柔道服 好 雖然背章上是寫林一貞 但是這個是貨真駕駛李慧欣啊 國立體大腹52公斤 剛從傷後復出喔 摔得很好 今天挺戰到冠亞軍喔 但是頭髮的問題還是沒解決喔 一直在那邊塞他的頭髮喔 會影響他的搶手的節奏 有時候對手他不會等你塞頭髮 你塞了那個刹那家衝上來 你怨不得別人 所以我們就只好好好的欣賞這場比賽 許妍軒太有名了喔 全中運六連霸 那世青是拿銀牌 亞青金牌啊 那現在是大二身喔 才大概20歲左右啊 還可以摔很長久 喔 給我回推 許妍軒在整個世界排名52公斤 我聽靚靚是排在64號 64號 世界64名 青年的是排得很好 青年應該排到第二了 但是成年的 成年的就是64 64 唉唷 正小 哇 得分 欸 有喔 這個有 哇 李慧欣 厲害 為了那一套柔道服拚了啦 唉唷 真是 這應該許妍軒長久以來第一次屁股著地了啦 背部著地 應該沒有了 哇 拚了 拚了 嗯 贏了還是繼續拚鬥 聰明 聰明的摔法 你會信 加油 有 那李慧欣也是受傷之後的付出齁 那受傷他照顧得很好 有我們齁 柔道界第一把膠椅 華真齁華真學姊來照顧他的腳 唉呀 那個一直在 連我撥抱都看到很痛苦了 來 內腿起來 自己送上門來了 這真的有人 怎樣叫送上門 他左腳那麼強 你還去勾他左腳的後面 你沒有十足的把握 你不要想要去做後拋的摔法 他那左腳左手那麼強 你等於送上門來 唉 又到虎飛了啦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是他得分的那個班聖 真的有 抓這個機會 這個就叫做送上門啦 壓得那麼漂亮啊 你說算輕鬆啦